第11位 二和市国立甲基大学 九十四周年后期 甲基大学徒由研发性格落实典显 新闻基点工程学 首都发表脑破一年模式 遥控汽车的电视 需要无耍的脑破仪 选择脑破的信号 无耍团体到概念 控制汽车的行政与专门 这项研发图形已经完成 未来如可以应用在新中架 遥控技术上的发展 对未来脑破控制处理工程发展 无可含量 通常脑破信号 经过蓝牙团书 将完须的扫机团涉到电脑 形成脑机界民 经过分析在某个铺棚 造成一个金属上的转自立 和板金桑堂的破团模式 利用这个模式 加上蜜蜜肉粥与腰铺 来控制汽车的增进 停泄到倒卧成功 那无限控制 有再来控制这台车子 然后这样就前进 那我們前進的原理是它的專注度 它如果專注度夠,它就前進 那放鬆度夠,它就後退 那在轉彎部分,我們用眨眼來控制 眨兩眼是左轉,眨三眼是右轉 那整個原理是這樣 像這邊產生的肝臟活就是眨眼所產生的肝臟 現在沒有很好眨眼 就會有這種 那濕的專注,放鬆度就會越來越高 現在 現在就是要專注 未來以及憲法性格應用在醫療福岡 讓健康廷也只是誘教二棟專注立訓練上 甚至可以跟傳代式的科技結合應用 改朗基改民研究團隊作例 除了準有大學生理及學生 雷世勤 蘇千輝跟工醫庭組成的 以利用腦破信號建立醫療網信 探討遙控起車的研究 參與檢討會比報論文比賽 應獲第一名 最近新聞,蔡明董,加吉祺,蔡宏,波東 謝謝大家